聯合報系願景工程這兩天將推出發現社會企業專題報導 社會企業簡單的說是為了解決環境或是社會問題而存在 除了做公益在財務上還得自給自足 而今天我們要來看的就是台灣的社會企業 雅度立志前總裁也是現任公益平台文化經濟會董事長顏長壽 他說社會企業不能夠賣同情 而是要建立商業模式才能夠長久的運作 而在經濟會的輔助之下成功的案例就是台東棉麻屋 三坪的小店面陳列著米色白色或咖啡色的包包和帽子 一派清新自然就如同老闆龍惠妹給人的第一印象 店裡唯一急切的就是忙著挑選的顧客 這兩朵花其實是因為目前這一季我比較迷上繡球花 所以我就把繡球花放在我的包包上面 然後法國人看到這樣的包他覺得應該是在高級部門才看得到的這樣的手工 我又更開心 雖然不善言辭但介紹起自己的心血結晶 龍惠妹滿是驕傲與自信 這些精緻又質樸的作品 材質用的是亞麻 大黃麻或棉線 一袋袋的果實就是扣子和配飾的原料 龍惠妹把自己的編織技巧與設計毫不藏私地交給阿美族人 而這些供不應求的手工織品 不只支撐了他和女兒的生活 也讓部落裡二十幾個家庭可以安居樂業 阿嬤還沒有來 這邊 我上次來還沒有機會 阿嬤幾歲 七十五 七十五 五萬 寫二三四 瓜哥 他是不是曉得那個SE呢 他是 那他有認同嗎 你們有跟他講這樣的觀念 他有認同嗎 我們從來沒有跟他講這種複雜的名詞 什麼social enterprise 他不需要知道這些 他幫我照顧了那二十幾個老太太們 什麼人啊 男人女人 他這就是了 不需要定義卻真實體現社會企業的價值 嚴長壽說 這個位在台東濱海公路旁的小店 不需要任何改造 只需要人適時地扶持一把 因此當龍惠妹為了房租漲價而被迫要搬家時 嚴長壽立刻挺身而出 因為他本身沒有能力貸到款 那我就找到一個大天使 就直接就給他兩百萬 就借給他 等於我們幫他背書 那然後解決他一些問題 然後他呢 就開始分期付款 即時雨交襲了燃眉之急 棉麻屋得以安穩地開在原地 樓上還開啟了背包客棧 嚴長壽更經常帶人來參觀 甚至引建給設計師陳濟敏 讓棉麻屋的作品可以在陳濟敏的店裡 陳濟販售也幫助龍惠妹申請到創業貸款 這是公益平台基金會 天鄉就業級創業計畫的第一個成功案例 曾經號召捐二手相機給偏鄉孩童的嚴長壽 長期關懷華東部落 他跟透過人脈找到許多願意奉獻的藝術家 為部落鋪好美學道市場的最後一里路 這個是多良木工坊 本來他們做的家具 本來他們做的家具是賣不出去 因為它木頭也是繳 這個也是繳 那後來徐瑋斌老師 我們把它帶來了 他教他們做成這樣子 這都是廢棄的木頭 可是這樣子它可以賣1800塊 他一年兼給我三個月的時間 他總算你交代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現在就是把一個廢棄的學校 有了再生的生命 把這一些在部落的人 他本來是要靠政府補助的 現在他慢慢可以自動力的 不只要找出部落的優點 還要先傾聽 才能真正滿足需求 進而讓他們永續經營下去 嚴長壽認為 企業家想要從事社會企業 應該發揮的是管理常財 那麼它幾乎就像一個物流中心一樣的 變成是一個資源的供應中心 那個平台能夠有辦法把一群志工整合起來 有的人捐人 有的人捐錢 有的人捐物資 然後按照他的需求能夠把他配置到那邊 或者定期給他做一些訓練 整合人 錢和能力就是工藝平台要做的事 嚴長壽認為直接把錢丟到部落會是一場災難 更強調如果靠同情 商機不會久遠 要讓部落找到可行的商業模式 靠的當然就是專業人才的投入 像工藝平台我們要培養的反而是那個專業的人員 他必須是要可以被照顧他一生的 他不是只是我今天願意負擔我一年的時間 我說他可能要負十年 二十年 中生的時間 可是他還是可以買房子 他還可以養家活口 這才是一個比較永續的 現在很多社區 就好像覺得你做社區就應該領低的薪水 你做社區你就應該是那個 那你就沒有辦法選出the best available person 讓最好的人才到部落去奉獻所長 就是為了不給魚 而是給釣竿 但嚴長壽也提醒 照顧弱勢 不應該只靠社會企業 你是不能讓自己那個感性拉著你 變成你即使粉身碎骨 你也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你只有說做出幾個對的事情 然後讓政府說請你來看 你可以這樣子做